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既然标榜的是能像人类一样 那对于艺术及娱乐的要求 肯定也要有相对的品味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透过这款ChutGPT程式 来请AI推荐几部连AI都觉得必看的漫画 本来是这么打算的 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没这么简单 我这边输入的问题是 请以人工智慧的角度 推荐几部人生必看不看会后悔的漫画作品 结果AI给我的回答是 《ONE PIECE》《火影忍者》 《钢支炼金属石》《晋级的巨人》《灌篮高手》 的确都是好看的作品 但感觉只是把热门作品列出来而已 相信不需要AI推荐 有在关注频道的观众早都看过了 所以我又补充了一些要求 相对冷门但值得推荐 并且请以AI的观点来进行介绍 还要附上推荐的理由 那现在就废话不多说 由ChatGPT为我们带来的 由AI推荐冷门且值得一看的漫画作品 《海街日记》是由漫画家松本大洋创作的一部漫画作品 该作品讲述了三个年轻姐妹在日本昭和时期生活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三个姐妹 她们的名字分别是夏子 清夜和春子 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们成为了郭 夏子是家中的长女负责照顾妹妹们 三姐妹在一个名叫海街的小镇上生活 过度贫困但充满爱的生活 故事中的三姐妹个性迥异 但都非常有个性和坚强 夏子是个谨慎而负责任的姐姐 清夜是个有点叛逆的少女 春子是个活泼开朗的孩子 故事中讲述了她们在孤儿院长大 进入社会 恋爱和成家立业的历程 这部作品是一部反映了日本昭和时期社会生活的作品 通过描述三姐妹从孤儿院到社会的成长历程 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价值观 特别推荐给喜欢情感和家庭题材的读者 等等 以上的这些文案都是由AI所提供的 老实说文毕很不错 但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是 《海街日记》是由漫画家松本大洋创作的一部漫画作品 松本大洋的代表作是《恶童》跟《乒乓》 这部作品根本就不是她画的 而是吉田秋生才对 为了怕之后别人找资料会被误导 所以我也跟AI回报了 《海街日记》的作者不是松本大洋吧 AI很坦诚的道歉并成人有误 然后跟我说作者是叫借鉴夏蒙 等等 没有漫画家叫借鉴夏蒙吧 当时咒术回章的作者叫借鉴夏夏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提问借鉴夏蒙是谁啊 结果AI回我说 借鉴夏蒙是一位漫画家代表作是《海街日记》跟《鬼灭之刃》 好吧 可能AI比较容易搞混人民 不过其实内容介绍的部分也有需要更正的地方 那就是三姐妹的名字根本不是夏子、清夜、春子 而是香甜心、香甜家奶以及香甜千家 重点是本作的主角其实不是三姐妹 而是三姐妹同父异母的妹妹前野林 所以本作描绘的其实是 在参加完父亲的葬礼之后 三姐妹邀请千夜林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故事 没错 AI直接把主角省略掉 鬼灯的冷册 是一部由日本漫画家叶肖伊田所创作的漫画作品 故事讲述了一位名为鬼灯的灵异专家 他拥有超凡的能力 评级自己的智慧和勇气 以及手持的鬼灯之剑 在人类和妖怪之间穿梭 进行各种惊险的冒险和战斗 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充满妖怪和灵异现象的世界 人类与妖怪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 在这个世界中 人类和妖怪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而鬼灯的出现恍惚了这种矛盾 它的出现不仅能够帮助人类解决灵异事件 也能够帮助妖怪们解决自己的问题 成为两者之间的和平使者 这部漫画的画风细腻 色彩丰富 妖怪和人物形象设计独特 各种灵异现象和战斗场面 极具视觉冲击力 故事情节紧凑 节奏明快 充满了不断的惊喜和意外 让人捧腹大笑 又紧张刺激 同时 作品也深刻地探讨了 人性和妖怪文化之间的矛盾和融合 以及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和掌握 好 依照AI以上的介绍来看 本作似乎是相当王道的战斗作品 背景设定给人一种 潮与虎之类的既视感 如果是喜欢少年热血作品的读者 应该会很喜欢吧 但事实上 根本不是这回事 首先 作者的名字是江口下石才对 我还真找不到夜宵伊田到底是谁 然后 虽然本作的确充满奇幻元素 但实在很难说 本作能被分类成战斗类型 有实际看过的读者就知道 本作的风格更接近黑色幽默的喜剧作品 而故事背景的介绍 虽然不能说有讲错 但说法上根本就超容易误导读者的 因为本作实际上是以死后的世界 也就是日本的地狱为舞台 所以理所当然是一个充满了妖怪和灵异现象的世界 重点是 主角鬼灯虽然能力强大 但根本没有进行什么紧张又惊险的战斗 身为游轮王底下的第一辅佐官 虽然需要处理许多妖怪与死人的冲突 但与其说是经济前的冒险 可能更接近公务员的日常生活 最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 就是那个鬼灯之剑到底是什么鬼 因为太过疑惑 我也追问了AI这把剑是什么 而AI的回答是 鬼灯之剑是 鬼灯的冷册中的重要道具 也是主人公鬼灯的武器 它是一把带有神秘力量的日本刀 外观上看起来非常普通 但刀身里面蕴含了强大的妖力 只有鬼灯这样的灵异专家 才能够掌握他的力量 鬼灯在使用鬼灯之剑的时候 会念出特定的咒语 使得刀身式放出巨大的灵力 进而攻击妖怪 此外 还能够将妖力封印在刀身之中 这样就可以控制妖力 对付某些特定的妖怪 嗯 你不是说我还以为我在看青之驱魔师呢 而且灵异专家到底是什么鬼称号 听起来超像林郑英家周星驰出演的电影 好 说震惊的 鬼灯的冷册 是一部以地狱的居民为中心的黑色喜剧作品 登场人物大多来自于有名的神话 童话故事 怪谈或都市传说 有着充满魅力的美术画风与独特的笑点 虽然实际上跟AI所介绍的有所落差 但依然相当推荐一看哦 奥娇反派千金利杰洛特 与诗矿主远腾同学 吉姐说远小林同学 这是一部由日本漫画家 尾其世界贯创作的青小说改编漫画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位名为利杰洛特的千金大小姐 由于她傲慢自大 言语刻薄 因而被同学们戏称为奥娇反派千金 某天 利杰洛特开始 对他班上的实况主远腾同学 何解说远小林同学产生了兴趣 并在游戏直播中与他们互动 但是 由于她的个性问题 利杰洛特与两位同学之间经常发生争执和摩擦 背景设定与现实世界相似 设定在一个现代的日本社会中 故事主要发生在学校和网路直播平台上 利杰洛特 远腾同学和小林同学 就读的是一所普通的高中 他们在学校中的日常生活和相处互动 成为故事的主要背景 此外 网路直播平台也是本作的重要场景 在这个虚拟空间里 远腾同学和小林同学 作为实况主何解说员 经常直播游戏的实况何解说 在故事发展中 利杰洛特逐渐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 他逐渐明白到友情和互助的重要性 这部漫画不仅描绘了三位主角之间的有趣互动 还透过这些互动传达出了人际关系 友谊 成长等主题 让读者们可以在笑声中思考这些议题 好 我觉得我渐渐开始接受一个事实 那就是AI每次都唬烂我作者的名字 本作是由惠智岛灵担任原作 Sagaki Lumia 负责作画的同名小说改编漫画 尾其世界观 虽然看起来像是胡扯的名字 但还真有其人 只不过这个人不是漫画家 而是小说家 然后依照AI介绍的内容来看 本作似乎是以实况游戏为题材的日常校园清洗剧 但我实际找了漫画来看之后的心得是 但骗我 虽然这次没有讲错角色名称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关键的剧情设定不是整个省略就是被魔改 本作的主玩舞台分成了两个 一个是现代日本 另一个则是游戏中的异世界 故事讲述了广播部的高中生小林施梵奶 邀请了同个社团的远藤避人 一起游玩一款少女游戏 与你坠入魔法的真爱 并且以实况员及解说员的形式来进行 虽然小林很喜欢游戏中的反派角色历劫洛特 但在游戏的设定中 不论是何种攻略路线 等待着该名角色的必定会是悲惨的结局 但某一天在游玩时 小林施远藤发现了作为游戏男主角的王子齐格瓦托 居然能够听见现实中他们的声音 为了拯救身为反派角色 但其实只是个个性认真 不善表达的傲娇千金 小林施远藤决定透过两人的实况解说 来让利劫洛特避开悲惨的末路 让游戏能抵达皆大欢喜的结局 即使在反派恶意这种题材的作品之中 本作的设定也算是相对新颖的存在 情节算是相对轻松有趣 并没有什么苦打情深的阴谋 也不会让人一边看一边吞味药 相信可以满足喜欢爱情喜剧的读者 但是AI直接把男主角的戏份给砍了 变成了三名高中生的青春校园故事 而作为这款少女游戏 女主角的菲尼 则是连一个字都完全没有提到 秉持着 AI可能是一时忘记 我继续追问 除了这三名角色外 有没有其他重要角色 而AI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那就是 利杰洛特的妈妈跟姐姐 好 家人很重要 美食猎人 Torico 是一部由日本漫画家 富田又豆所创作的漫画作品 于2012年开始连载之机 故事主要围绕住食物 烹饪和料理竞赛展开 主人公是名为性平创 等一下 这是十几之灵吧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美食猎人 Torico 是一部由日本漫画家 导带光年创作的漫画作品 故事描述的是一个充满奇幻元素的世界 人们对美食的热爱到了极致 而主角杜松子 贝瓦和卡拉玛 在这个世界中担任猎人 专门寻找稀有珍贵的食材 为各大餐厅 供印度一屋二的美食料理 在这个世界中 有各种不同的危险生物和地形 猎人们必须通过战斗和冒险 才能获得他们需要的食材 故事中的人物 各个实力强大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和个性 他们的互动和竞争 展现出了强烈的战斗和友情的情感 而在狩猎食材的过程中 读者可以看到 各种奇特的食材和烹饪技巧 尤其是在厨师们利用食材 来烹调料理的过程中 展现出了作者对食物的热爱和创意 总的来说 美食猎人Toraco 以丰富的奇幻元素 和精彩的战斗情节 吸引了许多读者的关注 同时也展现了作者 对美食的热爱和烹饪技巧的创意 该作品被誉为是美食 奇幻和冒险三位一体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名称总算是说对了一次 但贝瓦和卡拉玛到底是哪一位 然后杜松子 算了 至少世界观的部分 大致上算是正确 就给个60分合格吧 剩下的让我来补充 美食猎人Toraco 是一部以食为主题的 异色格斗漫画 讲述了美食猎人Toraco 与大党厨师小松 为了寻求各式各样的食材 一边游历世界 一边冒险的故事 本作登场了许多 充满幻想色彩的架空食材 例如散发出极光的湿井浓汤 能尝到其种不同味道的彩虹果实 以及美味到能一斤洗水的宝石之肉等等 除了电池动画外 也改编成小说 电子游戏等衍生作品 甚至曾经跟七龙珠Z 及One Piece联动 推出了合作特别篇 虽然后期战力通过膨胀 一路从地球打上宇宙 但创意满点的食材及料理设计 依然相当推荐一看哦 花田少年史 是日本漫画家安倍夜郎 所创作的一部少年漫画 于1992年至2003年 接连载于周刊少年John杂志上 故事主要讲述了一群 在高中时期参加田径社的男孩子们 在经历各种困难和挫折后 最终成为顶尖田径选手的成长历程 主角花田春树 是一个性格坚强 有着热情和天赋的少年 他在高中时期加入了田径社 并与同样对田径充满热情的队友们 一起奋斗 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并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 遭遇了各种各样的挑战 挑战个毛啊 首先 安倍夜郎是深夜食堂的作者 花田少年史的作者叫一色真人 再来 就算没看过这部漫画 应该也曾经在电视上看过动画的片段 毕竟充满本土味的米囊与配音 很让人印象深刻 但没关系 我们给AI一点提示 他应该就会自己修整了 花田少年史的作者 不是叫一色真人吗 您所提到的一色真人是日本漫画 还求少年 本人作者并非花田少年史的作者 花田少年史的作者是安倍夜郎 请您见谅 维基百科上写的是一色真人 您所提到的维基百科资料是错误的 花田少年史的却是由安倍夜郎创作的 而不是一色真人 再次感谢您的指正 如果有任何其他问题 请随时让我知道 唉 那我记得花田少年史的主角 是一名叫花田一路的小学生对吧 非常抱歉 花田少年史的主角 确实是小学生花田一路 而不是高中生花田春树 花田一路在故事中 展现了他对田径的热情和兼任不 这不是田径漫画吧 是跟幽灵有关的喜剧作品 您所提到的是鬼太郎系列 而不是花田少年史 鬼太郎 是一部以妖怪为主题的日本漫画 主角鬼太郎 是一个半妖半人的存在 他和他的妖怪朋友们一起打击 等一下等一下 但是花田一路有阴阳眼对吧 花田少年史中的主角 花田一路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再次感谢您的指正 如果有任何其他问题 请随时让我知道 好 没关系 你开心就好 我非常开心 再次感谢您的指 闭嘴 花田少年史是1970年代的 日本相存为舞台 讲述了因为魔场意外 而突然能看见幽灵的小学生 花田一路 切购了各种怀有留恋或遗憾 而无法成佛的幽灵的故事 虽然最初是被半威胁半强迫 一路以小孩子的身份及能力 努力完成了幽灵生前的遗愿 但在过程中 感受到了对方的想法 渐渐有了成长与变化 本作获得了许多奖项 甚至在2006年 推出了真人版电影作品 在富有人情味的故事清洁中 作者融入了自己擅长的搞笑元素 让本作成为了一部小钟带泪感言文心的作品 好的 以上就是这次的作品分享 老实说 其实ChapGPT真的蛮厉害的 现在我路上已经有很多人分享 使用的心得跟诀窍 虽然在漫画的资讯搜寻部分还要加强 但心得跟感想还真的说的有模有样 这次在写交本的过程中 也发生了一堆乌龙 例如他提供的漫画作者 是某个战国武将的名字 或是搜寻漫画名称后 发现是一家拉面店 真的是蛮有趣的 也希望今天AI推荐的漫画你们会喜欢 拜拜